要说音乐最大的魅力 其实并不是让人感触颇深 而是让人在听不懂的情况下 还会深深暗赏 就像那些印度神曲 明明火遍全国 但却一个字也没让国人听懂 这些歌真的是仿佛被刻进了DNA 你们在干嘛 在很糟 你们在干嘛 感谢观看 吉米来吧 由上世纪印度女歌手安德特作词并演唱 一经发布就盘踞各大唱片排行榜榜首 在1982被选入印度电影迪斯科五星 随着电影的巨大成功 歌曲再度爆红 而这次直接在亚洲多地流传 并被各国翻唱了多个版本 在中国更是引起了迪斯科热潮 燃烧的爱火 出自印度电影《真爱涌存》中的插曲 但其真正走红的原因 确实因网友误传歌名为 你有嫁人了 新郎不是我的梗 和搞笑的谐音填词 还有一爆红的原因 就是这魔性的歌舞了 啊 是印度知名电影 三傻大闹宝莱坞的经典主题曲 歌曲表达了很好的励志故事 激励了那些遇到挫折和困难的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是音小六 我们下期见 阿姨 阿姨